台北市衛生局局長陳燕源率先開打XBB1.5疫苗 以身作則呼籲民眾接種 隨著秋冬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農曆年節將至恐增加疫情傳播風險 台北市副市長林一華與衛生局呼籲民眾接種疫苗 保護自己與他人 疫苗抽保理新冠疫苗保護加一 因為之前三年大家對於防疫工作每天都非常緊張的面對 所以一旦流氧化之後 本來就比較忽略了 在這時候要繼續保持健康打疫苗的重要性 所以台北市這次特別針對我們新的XBB的部分 要有一個催打 要有一個催打 那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寫 我們1月1號到1月31號打疫苗的部分 就還會有所謂抽獎的部分 台北市總拿出205萬來鼓勵大家 來去打這個XBB的疫苗 那去年我們其實莫德納已經 XBB打了大概9萬5千多 9萬5千多隻 那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一方面是莫德納的部分 我們6個月以上都可以打 那另外今天開始 就多了Nova Labs的部分 是12歲以上也可以打 所以等於視頻就可以有兩種疫苗的選擇 那今天我提到說 大家因為這邊已經全滿了 所以就代表說其實大家也開始有注意到 在這時候打疫苗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現在到了比較是流行的 更流行的一個階段 還有一個呢 提醒大家要打 是因為再來就是過年的時間了 那過年的時間呢 是我們除了工作忙碌之外 還會跟朋友 尤其跟家人團聚的時刻 所以這時候把自己保護好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從去年9月26日開始 那個關於新冠肺炎的疫苗 莫德納開始可以在台灣施打 那打到現在大概 整個台北市的打氣 並沒有非常的好 那可能因為最近大概 陳如剛才提到 人員的流動 或者是這些選舉 或者是即將面對的春節 所以慢慢打氣有一點點回升 不過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為了要刺激這個疫苗的一個打氣 那我們提出了一些獎勵的措施 那大概從今年的1月1日到 今年的1月31日 如果有施打疫苗的話 新冠肺炎疫苗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獎勵的措施 那也鼓勵我們台北市的 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夠盡快的到醫療院所 來施打相關的疫苗 Nomavax XBB1.5開打 讓民眾多一項接種選擇 台北市共13家醫院和58家診所 可以施打 衛生局同時推出方案 涉及台北市且出生滿6個月以上的民眾 在1月底前施打新冠XBB1.5疫苗者 可以抽1萬元等值禮券 台北市目前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層 它大概接種率都不盡理想 所以這也是我們提出相關的政策 來施打的原因 那當然有提到說這些高風險族群 包括說這個小朋友 還有這個65歲以上的長者 那個是比較容易在 如果新冠得到新冠之後 比較容易有一些病發症 這個是我們特別關注的 希望一些年長的市民朋友 尤其是65歲以上 那目前還有一些獎勵措施 包括說可以拿一些 快篩劑 那當然年長市民朋友 要拿快篩劑要施打疫苗的話 要盡快 因為如果這些快篩劑發完的話 可能就沒有快篩劑 不過我想來接種疫苗的接種 當然對於我們身體的健康 避免併發症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盡快的鼓勵 年長市民朋友們 一定要盡快盡快到醫療院所 來接種疫苗的施打 主要是過去的疫苗 跟現在的疫苗 是不同的 應該是不同的豬 豬就是一個strain的差異 所以過去在Omicron的 這種強勢的感染下 但是現在新的疫苗變化 還不是疫苗 病毒本身變化非常快 特別是今年的 這個入冬以來 其實疫情非常的嚴重 嚴峻 大家可以到急診處去看 都是COVID-19跟流感雙重 兩個病毒都在試唸 所以大家可以到急診的話 就會發現這樣 那事實上今天開始施打 這個Nova Max 事實上是針對最近流行的 COVID-19的病毒株去做出來的 而且它是一個蛋白質疫苗 所以副作用效果應該是不錯 所以我們鼓勵民眾在這段時間 趕快來施打 因為今年入冬以來 其實疫情一直在升溫 雖然我們已經沒有像過去三年 那麼嚴謹的一個管控措施 不過該有的 現在是在很多病毒都在肆虐的狀況下 也有專家說是免費負債 因為過去我們三年 大家口罩戴得很好 那洗手也都洗得很好 所以很多病毒都沒有得過 但是今年入冬以來 確實不只是COVID-19 很多其他的病毒 所以雖然我們已經是解封的狀態 大家可以自由進出 不過大家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些 一些可能有高風險的地方 像醫院我們都還是口罩都戴好戴滿 那民眾到一些人群積極的地方 也應該要做好保護自己的措施 活動會抽出兩千名獲得一千元禮券外 還有一年零分五組 各組都可以抽出幸運額獲得一萬元禮券 總獎額達兩百零五萬元 鼓勵市民接種疫苗提升自身防護力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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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